好欢迎大家来到不游的直播间 我是小白无数的莫乃军 还是你会全 莫乃军我是老式左推右弓打法 请问该买什么样的球板 单面打法其实比两面打法好选 之前跟群友们聊悟 说横打球块要满足三个要素 单面打法更简单 满足两个要素就能胜任 哪两个要素呢 第一有硬度 因为传统的左推右弓打法 其实大部分过渡技术都是靠推打 球板有足够的硬度时 才会有比较好的支撑力 有足够的支撑力 在推挡表现上就不会显得拖沓 就能有足够的速度 当然硬度这个东西很抽象 咋样才算够 这个咱也不好说 因为每个人对于硬度的感知是有差异的 如果觉得现在手中的板子 推挡不得劲 去店里买下一支的时候 拿它翘翘脑袋 如果声音音调 要比手里拿的那支旧的要高 就说明新的更硬 第二有厚度 因为单面打法相对来说 更起重一面的效果 因此 单面能够提供足够的厚重感 就显得有为重要 往往偏厚的球板 在手感上就会显得更扎实 而太薄的球板 拿来打单面就会显得有点飘 如果球板的厚度足够 反面其实可以贴的随意点 比如贴个轻质的配重反胶 或者贴一面颗粒胶 偶尔拿来接接发球 制造一点旋转变化 都是不错的选择 之前跟球友们提过的 斯蒂卡的Tube系列 其实很适合玩单面 TO相对偏弧圈 TC相对偏均衡 TAL则相对偏快弓 还有就是高硬度的编织碳纤维版 比如卡文纳的245和290 碳速密度有200克每平方米 足够硬 虽然稍微偏薄 但也是打单面的一把好手 有不少业余高手都在用 再比如斯蒂卡的一些器价版 比如红黑黑弹漆等等 打单面都是OK的 好兄弟们 直播间能活多久 就看大家点赞给不给力了 多给点赞啊 感谢感谢 木炼君后面会 隔三卡五道给大家 分享一些装备小知识 记得来哦